郭姓兄 張宏川到八十一山三葉倒路 因為年久失守 路面勞骨破損 影響到農產文書以及處理的交通安全 經過電風頂情歡迎了 南道管理委員 林明智 李法委員 蔡秀華 南道管理委員 鄙世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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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管理答應 企業262萬的經費 改善大陸一公里的路面補習 為何交通安全 郭姓兄 張宏川到八十一山三葉倒路 路面破損非常嚴重 而且很久沒有維合徵修 尤其是路過後後 一項一項非常容易積水 影響到交通出一個安全 南道管理委員 林明智 特別前來回憶 他已經好久都沒有去修復 路面損壞非常嚴重 長翁村這個基民每天在那邊工作 他都要進出 所以路面非常快 向我們存請 希望能夠趕快再重新副作新的路面 所以我們來匯勘 認為這個切實有必要 我們到八十一山的路面 看起來雖然是不至少 但是確實我們所有的基民在這製造非常重要的一個道路 感謝到我們的代議員 阿股邱古文 還有我們的社代表 以及我們農會的胡理事長這邊也聽取了很多農民的意見 希望縣政府我們能夠來立即改善 尤其今天也有很多村民都來在這裏 聽到官長要馬上來指示這個工程進行 大家都非常的開心 到八十一山山進入道路通往台中市新社区 對當地龍山運輸交通很重要 經過實體會缺了後 任管長人為確實有必要來改善 所以我們一季要動用261萬的經費 來重新來拋池 做新的路面 有一些比較低窪的 我們還要做撥坎 另外因為路面沒有排水溝 我們有一部分路段要做L溝 讓水能夠順利的排出去 這個總長度大概有1100多公尺 到一公里多 所以經費就要花的比較多一點 所以我們會盡快的來發包施工 這條道路它可以通往我們台中市的新社區 那我們這邊的道路就是尾段這邊 因為都住戶比較少 可是出入的農民還是相當的多 那長久以來我們都重視這邊住戶前半段的修復 那後半段有一點疏忽 所以路面相當的破損不堪 那非常的感謝我們協代表這邊陳琴 然後我們單元及許立委這邊的幫忙 我們縣長就是答應說 把後面這一段的部分把它做修復 那希望修復之後 道路可以更平整 讓我們的農民出入更平安 雖然管理經費不是很成功 在地方努力的政策之下 任管人家時間沒有房子 保險6% 還有改善百種不良的問題 希望未來增減之後 提供平坦舒適的道路 記者環隆昆插風報道 然後再往下關 請看